好那最后我稍微 我稍稍讲一下直播可能怎么可以怎么做 很快的很快的带过去 很快的带过去 没有真的要带各位做 你也不用跟着操作 也不用跟着操作了 那直播 除了你的脸书 跟那个YouTube可以直接开直播之外 那如果你要比较有高品质的直播 我们会在OBS OBS这边做处理 那所以你把你的OBS打开 在设定这边 设定这边 这边会有一个串流的选项 那这边串流会需要金钥 那所以你必须要在YouTube那边 YouTube那边 就是你选你的YouTube 然后你需要给他的串流金钥 对不对 那所以你要回到你的YouTube 那你回到你的YouTube这边 然后你这个账号不对 等一下哦 切换一下 在你的账号的YouTube底下 刚刚我们不是有个加号吗 这个是传你的影片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做直播的话 也是这个加号 然后这边会进行直播 进行直播 那进行直播你的那个频宽 其实蛮重要的 你的出去对外的频宽 就是出去的频宽 就是你的上传的频宽 会影响到直播的解析度 跟那个顺畅的程度 好各位看到吗 你开了直播之后 这边就会有串流金钥 就是这一串有没有 这一串 所以你就把这一串复制 把这一串复制之后 等一下 你等一下如果开直播之后 你的网址就会是这一个 这个网址就是你的直播网址 那所以我就在这边 在那个刚刚的OBS这边 听说直播的效能也是耗得很重 好所以我就刚设定这边 串流这里 我就把那个金钥给贴上去 使用串流金钥把它贴上去 取得串流金钥 好 好 那这样子贴上去之后 贴上去之后就按确定就好了 就按确定就好 那当你要直播 你这画面都整理好 你的教学内容什么都整理好之后 你就可以点开始串流 当你点开始串流的同时 这边出现一个绿灯 这个绿灯就表示他已经在 网路已经在开始串流你这个画面 所以你现在这个桌面是会被串流出去 只要大家知道那个网址 那网址在哪里呢 你刚刚刚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有没有串流网址这里 他已经跑下去了 刚刚忘记复制一下 看一下串流设定这边 你就把这个网址给想要看你直播的人 所以你就把它复制一下 那我现在把它贴到那个讯息列 我把它贴到讯息列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直播的样子 跟你现在的画面 他会有一个lag的时间 就会慢好几秒 慢好几秒 所以我这边的画面 我这边的操作的画面 跟你看那个直播的画面会差了很多秒 但是你在YouTube就可以直接看到那个直播 看到我的教学的操作 这个就是对外界有公开的 只要有那个连结 他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YouTube的直播 好各位知道那个流程就好 那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好那他的就是会慢 然后通常我们如果是那种 什么毕业典礼的场合要直播 那个网路通常就会拉固网 就是网路线的网路 不是用无线的 除非你很确定你的无线的很稳 因为他需要的流量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好那所以这个是直播的部分 好这是直播的部分 那当你按了停止串流之后 好那个YouTube那边 就是把你刚刚播的那几秒再播完 他就会停掉了 好就会停掉了 好所以这个是直播 好这个刚刚这个就是直播了 那所以你在刚刚这个直播内容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刚刚有多少人进来看你的影片 好他会有一个数据分析 他需要一点时间 很少人 没几个人上来看直播 好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数据统计 这个就是直播 那你在这边就可以直接按那个结束直播 他还在跑 所以这个流量需要蛮大的 好我就把它结束掉了 好所以当有时候像你那个MIT 如果说你的上课的人数太多 那我们自己的MIT 好像是50个人还是几个人 然后那个我们这个EDU的MIT 人数是500个人 所以如果像天下杂志那一种 一次几千个人上线的那一种 他就没有办法全部用MIT 对不对 他就是有一半的人MIT 然后有剩下不能进来的人 就要用直播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我们来复习一下 所以你可能要准备一些设备了 然后我们的OBS的录影 各位刚刚还记得吗 就是选好你的影像来源 然后确定你的麦克风的输入 跟电脑的输出 这两个都是对的 然后就可以开始桌面录影 开始录制 就可以把你的影片 或者在MIT 跟学生在MIT的一个桌面 直接把它录下来 然后这个录好的影片 如果你需要在那个收音情况 要稍微处理一下的话 这个里面可以设定 在滤镜的部分可以加外挂 可以帮你降噪 所以这是OBS录影的部分 然后再来呢 我们后来又在使用剪映板 这个应该对各位的帮助最大了 怎么剪一个影片 然后因为它很简单 所以你一进来 第一件事先调声音 第二件事情做剪片 哪里要哪里不要 就该剪的剪一剪 第三个呢 就是汇出 那如果有字幕档 你就要要用那个AI字幕 去自动辨识一下 然后改改错字 然后选一下繁体 然后在汇出的时候 记得要勾那个字幕档 那这样就做完那个剪映的部分 那最后在YouTube这边 你在上传的时候 要注意那个权限 权限的部分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如果你有一堆影片 那你就做个清单 把它都放在一起 让学生可以一次看系列 那之后 如果说你们线里面 有要推一些教材平台 你直接把那个YouTube的连结 挂进去就好了 因为通常线里面的提供的 那个影音伺服器的平台 他们都会希望这样做 就是请你把影片的原始的档案 放在YouTube 然后你在线里面的那个影音平台里面 你挂连结就好 因为这样子线里面的平台 就不用负担 那个硬碟的容量要很大 然后那个伺服器也会不堪负荷 人如果越来越多 线里面经费要不断的增加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找那个 稳定 简单 可以长期供应的 那这个就好像只有YouTube 没有其他的了 你也不希望你的教材 影片做了一做 做一做之后 影片都丢到那个网路上之后 结果 那个平台 每两年就挂了 就没有了 那你那些影片不就白传了吗 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备份 那就更糟糕了 所以要选用那个长期供应的 你就传YouTube 然后再去挂连结 再去挂连结 挂到你的 比如说OneNote的课程平台 库克云之类的 那需要直播的话 就是OBS加YouTube 大概是这样子的状况 好以上是今天 所有的课程 不晓得各位老师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指教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只剩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填问卷抽奖 这个大家撑到现在 应该最重视的就是这个 好有问题的就提出来问 没有问题的我要准备传 那个问卷的网址 我没想到这个原因 我没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课程平台 我没想到这个课程平台